印尼北部的如陽火山 半個多月來 已經噴發超過六次 不但吐出大量熔岩 火山噴發住還高達兩公里 警戒狀態是已經升級到最高等級 因此當局決定 永久撤離周邊 近萬名的居民 而也有熱血的志工 是回到了危險的區域 把遺留的寵物也一一帶走 印尼北蘇拉維西省 北端的如陽火山 近幾個禮拜連續劇烈活動 四月三十號再次大規模噴發 吐出大量熔岩 灰黑色的火山噴發柱高達兩公里 當局將警戒狀態升到最高等級 警告火山山體若是崩塌入海 可能引發海嘯 一度關閉一百公里外 首府萬鴨老的國際機場 並且決定永久撤離盧陽島 以及對面塔古蘭島島近萬居民 準備在新地點 興建永久屋重新安置 但是災民倉促逃離 許多寵物被遺棄在島上 在四主要求下 動保團體志工近日冒險搭船 多次回到撤離區餵食 設法把寵物們帶到臨時庇護所 受醫評估 整治打過疫苗後 將它們撤退到安全的地區 四號的任務中志工找回了兩隻狗 一隻貓和一隻鳥 這些天已經陸續營救出十多隻動物 還有一些逃脫後太驚恐的寵物 暫時救不出來 有些伺主在媒體看到訊息 才知道寵物還活著 相當感激 由於東南亞某些地區 有非法吃貓狗的傳統 志工團體說 治療與救助行動都是免費的 唯一條件就是不能把這些動物殺來吃 公視新聞是滬中林 有些動物